台湾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而送爱到非洲 台湾人不落人后 梅日老师杨又润 今年4月发起了 仇慕救鞋的计划 因为他亲眼目睹 非洲当地的难民 正饱受致死率极高的 杀枣病所苦 他希望用一双鞋 可以救一条命 而首批的救命鞋 已经送抵肯亚 难民去的孩子 开心地跟台湾说谢谢 镜头前拼命道谢 拿开镜头还是停不了口 这是来自2万公里远的 非洲肯亚 最最真诚的童言童语 台湾跟肯亚隔海万里 却能千成一线 全靠一双鞋 这一天又是热心民众 满满两大带鞋 杨又润的家已经变鞋衫 对到得腾出屋外 齐楼绽放 有一些人是直接摆一箱新鞋 然后装好都比我们这样 这里居然的每一双鞋 都有八成新 但在肯亚 穿到破了 开口笑 还算幸福的 因为肯亚人终其一生 甚至不知道脚要穿鞋 就连一出生的抢宝娃 都在地上爬 Diana 一个小女生 她就是脚的 一直都是溃烂的 然后也非常的贫穷 没有机会穿鞋子 杨又润手里抱的小女婴 跟她宝贝女儿一样大 去年这一趟 跟加拿大吉岳父过去传教 才深知什么叫做幸福 肯亚除了穷困 居民连想好好活着 都是奢侈 女孩大哭是因为受不了 刀刮除脚上的虫子好痛 但想活命只能忍耐 这种沙澡病在非洲肆虐 沙澡会从脚底钻入寄生体内吸血 造成皮肤溃烂 每个月正以外人的感染速度 夺走非洲难民性命 只有穿鞋才能救命 我们需要鞋子 鞋子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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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润今年4月发起 救鞋救命计划 台湾人满满的爱心 让肯亚难民喜极而泣 一个老伯伯他一穿上鞋 就开始哭就流下眼泪 然后我们就想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没想到 他是因为20几年 没有穿过鞋子 非常的感动 四大户贵的鞋 超过预期的八倍多 连哥哥的照相馆都变成仓库 简单一双鞋 换一个无鞋笑颜 四凯一家亲 台湾小爱在肯亚 变成大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中桃园报道